看好捷运将进驻桃园中正艺文特区 建商特别打造了充满艺术氛围的建案 不但有各种当代的艺术展品 最特别的就是里面建置了一个黑胶点藏馆 收藏了500张绝版的黑胶唱片 绝版黑胶唱片高达500张 价值超过百万 这个号称全台湾第一间的黑胶点藏馆 就坐落在桃园中正艺文特区的豪宅里 在这个整个设计过程中 我们有画面所以还有声音 所以说我们就是跟业主聊天的时候 我们就他有聊到他对于这个黑胶唱片的一种嗜好 所以我们就把他带到这个建案里面来 那所以在这个宴会厅里面设了一个黑胶的唱片馆 为了营造艺文质感不只打造黑胶点藏馆 整个大厅更是用大量的石材 充满18世纪的元素 营造出百年传承的历史感 无论是壁画还是雕塑 也特别邀请当代艺术家来创作 又让这个位于艺文特区内的建案 更加符合区域特色 艺文特区这个地方 其实它是桃园最特别跟最精华的地段 特别是如果我们看到 其实很少有从话区可以像 艺文特区这样 拥有这么多的展演中心 绿圆道的部分 所以现在就是希望可以把艺文特区达到 就是所谓的纽约曼哈顿的这样的一个意向跟感觉 把纽约曼哈顿意向当作目标 中正艺文特区在未来还有捷运 以及快速道路通过 种种生活上的便利性 也让健身更加看好这里的发展 记者综合报道